北京时间8月8日,U18南篮亚洲杯附加赛的比赛正式打响,中国南篮将会对阵印度尼西亚。 在小组赛的比赛中,中国队先后大比分,战胜了阿联酋和黎巴嫩。在昨天对阵菲律宾的比赛中,中国队在第三节被对手拉开比分,最终中国队在第四节反扑无果,失掉了小组第一的位置,菲律宾对小组第一晋级,而中国队将会大复加赛。 在今天的比赛中,由于对手印度尼西亚的实力相对比较弱,最终中国队102比45大胜印度尼西亚晋级8强。 第一节的比赛开始后中国队达出了7比0的开局,随后印度尼西亚命中3分作出回应,王全泽连头戴坎连得5分,慢慢的中国队将分差扩大到了两位数。 中国队这边陈浩南也是手感火热,上篮,突破扣篮,抢断一条龙各种无解,而印度尼西亚迟迟未能得分。 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,中国队33比10领先印度尼西亚23分,第二节的比赛中国队不断的将比分扩大,而在前5分钟里印度尼西亚1分没拿,直到比赛还剩下6分钟的时候,尼克森一记压哨3分才为球队得分。 半场结束前陈浩南命中一记追身3分,中国队57比19领先印度尼西亚,而上半场的比赛,陈浩南砍下15分,顾厚文8分助攻,王全泽7分9篮板,徐杰8分。 第三节的比赛中国队继续打大比赛,第三节打完的时候,中国队87比30领先了57分,最后一节双方打成15平,最终全场比赛结束。 中国102比45战胜印度尼西亚,陈浩南11中8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,王全泽15分17篮板,郭浩文11分13助攻,李百润16分,而下一场的比赛中国队将会对阵韩国队,陈浩南反击批扣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百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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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